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杨诚诚 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在这一时间节点 重温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加封故事 显得格外有意义 作为周总理的侄女 也是陪伴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之一 中心社原副社长周炳德 今天接受中国焦点面对面的专访 为大家回忆有关总理的加封故事 周社长您好 您好 我们从小在各类读物里面 都可以读到有关总理的故事 在与他生活的这些年月里 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日常生活就是个忙 我觉得他就是总是来去匆匆 大家都看着他忙 跟着他一块转着忙 是吧 因为他这个实在是事情太多了 我觉得他脑子里边就是 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在考虑他一件一件的事情 真的是温度没有他自己 他不想着他自个儿的任何的事情 所以印象里边最深的确实是忙 然后就逐步的也都了解到 他确实是一件一件的事情 都在考虑着全国人民的生活怎么样 更改善 更提高 国家的建设 国防的事业 外交的事情 确实是各方面的事情也太多太多 也真的是忙不过来 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吃东西的时候 喝茶的茶杯里边摆些玉米糊 只能这样来解饱 或者是在汽车 坐汽车的时候 在汽车里吃两块饼干来抗饥饿 真的是时间对他来讲太宝贵了 从来不坐火车 他都是坐 上哪去都是飞机 其实当时也有规定 就是领导同志最好是少坐飞机 考虑安全问题 但是他不考虑 他就觉得抓紧时间多做事情才行 所以他的 反正我们的印象就是 一个为国为民一直在忙碌的人 如果要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来形容周总理的加风 您会怎么形容 他就是我们共产党 就是要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不能考虑 不能谋私利 不能为家人谋私利 这个是他一贯的原则 他们真的是很简朴 你比如说他吃饭吧 就是家里边从来都不可以有这个山珍海味 两个人一块吃饭的话 就是一荤一素一个糖 这条鱼没有吃完下一顿还要吃 不是说这一顿吃完了就都扔掉了 那么随意也不可以 这个吃东西非常简单 到外面去吃 到外面去工作 事先也跟这个下面的各个地方都讲清楚 就是我们去的话就吃普通食堂 不可以有专门的招待 真的他不喜欢别人去给他这么 这个过分的去接待啊 浪费啊 豪华啊 这些他都是反对的 穿衣服 大家都普遍的都知道 他穿衣服 你看 大家看他那个形象吧 都特别的觉得很爽 很这个 整洁 但是实际上呢 他里边的衣服全都是补了又补破了又破的 出国的时候也是穿这种衣服 住在总统府啊 皇宫啊 都住在那些地方 怎么可以在那洗呢 他的工作人员把他的衣服搁在一个小皮箱里 搁到咱们大使馆 咱们大使夫人帮着洗 大使夫人们在洗的时候 哭着洗啊 不敢用力啊 一用力就会 就会破了 很削很薄了 还有很多补丁 就得抓一抓抓一抓 就把它洗干净 他在生活上就 没有为自己想到什么 是吧 你说你住宿也是啊 他住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是洗花亭 但是那是个清朝 清末的房子 很潮湿 都是些大方砖 地砖都是潮的 连个老人家的腿就不好 经常会疼 医生说你这个不是药可以解决的 你要把这个地面呢 换成木板的 你就好得多了 是吧 就不要那么疼了 不喜欢 不喜欢呢 有一次两位老人家 离开一段 离开北京一段时间 比较长一点 他的秘书 生活秘书 和谦 就请出南海的装修队伍 到这来去把这地面给改了 改成木板地了 然后呢 换了一个软床 换了个窗帘 换了个浴缸 回来以后大翻了一停啊 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简单的地方去住 住了几天 后来说你也不行啊 你 有些领导同志说你 我们要跟你商量事情 不方便呢 你应该回来吧 秘书也做了检讨了 窗帘也换回来了 破旧的窗帘 就是已经打柳的那种 破旧窗帘换回来了 软床换回来了 又是个木板床回来了 但是地面就不要再翻了 翻了以后不是更 老民上财了 然后那个浴缸呢 也是气在地下的 地面的也就没换 这样的话 回来住是住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两次做检查 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我要带个好头 你们都会学好 学的好事情 我要是带个坏头 你们会跟着我学坏 你们可能也别跟我学 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要检讨的 你们不要跟我学 周总理和邓主席 他们两个在家里 对于这个家庭 最在意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在家风这一块 在教育下一代上 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两个呀 都分别的给我们经常讲 他们的这个 革命的经历 长征的时候 有多么的苦 真的是草根树皮 甚至于呢 就是他没有的吃嘛 走了这么长的路 所以他说我们 这个几十年来的革命 随时也准备 可能的牺牲 我们只是幸存者 因为跟我们一起 革命路上的人 太多太多人都牺牲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忘了 这些个革命的先烈 更不能够 这个不认真的工作 我们没有 不允许自己不认真的工作 不允许自己 不加倍努力的去工作 也替他们 这些烈士们 他们也希望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建成以后 他们也要为新中国的建设 付出他们的努力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了 我们要替他们去办 所以就是这种 他自己的责任心 就觉得他的责任太大太大了 他再做的努力也做不完 他完全不了这么多人的事情 所以他真的是很忘我的工作 周总理常说 自己是国家的总理 不是周家的总理 在您与他接触的 这些年月当中 他有哪些势力 可以展现他身上这种 无私奉献 一身未名的这种精神 我伯父因为是特别忙 所以我们家里的事情 当然是伯母来操心 特别是周家 是个大家庭 所以这样的话 周家就很多人 都要来有什么事 要找 这家有病了 那家有困难了 什么的 都是我伯母 就承担起来了 因为伯父顾不上 当然原则他得掌握 就是要不能够特殊 不能够特别的照顾 他在西华厅住的 26年 从49年吧 第25年 这个院子里边 除了海棠以外 也还有些梨树 桃树等等 反正都有一些 水果 反正有花吧 这花里边 有时候也有些个果子 水果的树 结了果子以后 每年到秋天 他不能浪费 所以他就让大家来分 但是呢 这些个水果下来以后 大家分了 不能浪费 那么他要付款 他就专门讲 他说 那你想 这个院子是 公家的院子 是吧 水是公家的水 包括养护 这些花木的 这些个工人 都是公家派来的 咱们没有动手 咱们就不能坐享其成 不能白享受 所以我来钱 我来出钱 大家来分享 就是又不能浪费 他又要交钱 每次他都是这样的 公司分明的 例子挺多的 有时候比如说 为了要到机场去接外宾 但是呢 他又非常注重仪表 要尊重人家 要有礼貌 那个工作一忙了呢 这胡子还没顾得刮 那么就从西华厅 就得到 北京饭店 有一位师傅 是专门可以跟他理发 比较还顺手的 熟悉的了 找人家理了发以后呢 这一段 从家到北京饭店 这一段 要记下 这个里程 然后呢 从北京饭店 到机场去 就是公家的事 是公事了 这边的这一段呢 是私事 私事就要记下里程 到月底 凡是私事 用了车的 都要去交费 按照公里数 要交费 还不时的 要督促这个司机师傅 老杨 这个师傅 他自己回忆的时候 就是总理经常要问他 有没有记下来 有没有记下来 之前看过一则 关于您的故事 是说您工作之后 事隔很多年 辗转多地 然后回到北京工作 见到伯父的第一面 他并没有主动问候 而是责备 甚至有一些误会 1955年啊 我18岁 在一个小学做老师 就是我自己申请 要到农村去做老师 结果呢 因为我已经是党员了 那么刚刚三个月 在区委机关呢 就把我调到区委去 临时了一个工作吧 然后到区委了 那我回去就说了 我说我现在在区委了啊 不在这个小学里了 你不在小学基层工作了 怎么能到区委机关了 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 我说现在反正是组织上让我来的 我得服从组织分配 他就希望我们在最基层 最艰苦最边缘的地方 这是你们应该去锻炼的地方 他总觉得是 他一贯的就是这种思想 19年之后 1974年 我跟先生随军到了外地 现在西安工作了五年 又在尊义的山沟沟里工作了四年 后来组织上就把我先生 就给调回北京了 我不敢回来 因为我没有调令 我就把我的东西都留下来 衣食住行都留下来 陪他去跟领导告别 领导说你们怎么不一块走 我说我没有调令 领导说你周秉德回到北京去 找一个工作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还要什么调令啊 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这条路啊 我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啊 然后呢 这个部队就跟北京有关方面联系 让我一块回到北京了 就这么着回去看他 他又是这句话 秉德你都离开北京工作九年了 你怎么回到北京来工作呀 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呀 一样一样的话 我伯母在旁边就说 恩来你别忘了 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 他还是这个随军家属 他是随军调动 这才不再追问 家风联系着党风正风 您怎么看待总理处理家风和党风之间的关系 他就觉得 我真是觉得他从内心呢 就觉得我们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不能像剥削阶级家庭 剥削阶级的那种政党的 这个政权掌握者 那么样子 有那么多私心 在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全国老百姓服务的 把咱们这个国家建设好 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提高 是吧 共产党是 这个作风 是抢到全国人民的利益 不能够为个人 所以我觉得 他从小就教育我们 也是这么想的 您当年住在总理家的时候 其实隔壁 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中共领导人 就是您 在您看来 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 他们的家风 有什么的共同点吗 他们也都还是蛮简朴的 孩子也多 你看刘少奇家 朱德家 这个孩子们都挺多的吧 也都是大的穿 剩下就小孩子穿 小孩子穿了 接个裤腿再穿 或者是打了补丁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大家反正都是按照 我们必有 有多大能力 就做多大事 绝对不会是 我想方设法去 多有些个收入 多有些个经济来源 都没有 全都很自然的 就是我有这么大收入 但是呢 我孩子又多 不够用 那咱们就减着 精减着用 节减着用 我觉得那时候都是这样的 就是咱共产党就是考虑的是 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的一些个各级干部吧 应该是继承和发扬这种作风 对 良好的家风往往能影响几代人 您觉得周总理夫妇带给周家下一代身上影响最大的品格是什么 就是做老百姓 不是做老百姓 我们就是老百姓 我们就一切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上 人民的利益为上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 就给我们再三的强调 每个孩子他都给我们讲 说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 将来长大了就是普通老百姓 绝不能因为我是国家总理 你们就有任何的特权 不要说是特权的享受不能享受 特权思想都不能有 都不允许有 这个是对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 那么在他的整个的教育之下呢 比如我刚才说我做小学老师 也就是因为他说到了我们党的这个几十年的监控努力建成了新中国 我们一切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上了 所以我那时候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想着 哎呀 现在国家要建设这个建要大力的发展建设了 可是呢听说当时咱们国内的文盲特别多 小学就没有老师 那我说我就去做小学老师吧 但是我所学的那个学校 师大女傅中 现在的实验中学 相当好的学校 呃大量的都是可以上高中 然后留宿预备班 然后就上苏联 留宿 大量的都是去留宿了 没想就想着我应该去第一线 应该去做小学老师 就是他们的影响啊 他要不影响的话 我会不会想到这一步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影响 对我们是很实在的 呃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 两个一百年份的目标的这个历史交汇期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我们现在的党员 我们的各级干部应该去 呃回头重新学习这些 老的共产党员身上的一些品格 您觉得现在我们重新提这个加风故事 对于当下的中共党员有什么启示意义吗 呃习总书记也是非常重视 加风加教是吧 要加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 要处理的好 也是强调了这个 也多次的强调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呢 咱们社会上有些个 呃反面的这种形象吧 跟家庭教育还是挺有关系的 跟加风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有的时候一些个子女啊 或者是枕边枕边风啊等等啊 它不起好作用 那么作为干部来讲呢 你还得把握住自己 是吧 首先你得自律 然后把家里边的加风呢 也要树立的 不能够轻视这个加风 一定要把加风树立好 各级干部呢 自己要认真的学好 咱们共产党的历史 了解共产党来之不易 了解咱们这么多的先烈们 他们是希望国家强大呀 希望国家越来越发展的好啊 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越不是个人生活好 而是全民的生活要提高啊 他们是为了这个去牺牲的呀 所以咱们对得起他们吗 如果你要不是这么对待的话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干部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 应该去考虑到我们共产党 我们成立的理由是什么呢 共产党成立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个人去捞钱吗 没有啊 咱们共产党就是要牺牲自己 也去为全民谋利益的呀 您认为当下这个讲加风故事 重视加风对年轻人 尤其是现在新的这样的家庭 意味着什么 哎呀 现在就是在社会上 对于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教育 极为重要 你看这个觉醒年代 他有这种过去的不容易 建立共产党之前的那种 各种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思想斗争 和不同的观点 是吧 然后呢 又有些年轻人呢 为了追求的话 他们不怕自己的多么的辛苦 多么的困难 多么的危险 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 不怕牺牲 现在就要受这种教育 现在就要懂得怎么样来接班 要懂得自己 各方面要自律 要懂得自律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就把自己管得很好 管好了自己 也就管好了你的将来 也管好了我们的国家的未来 好的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